前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 昨天說到 曹錦怡就要將谷之華逐出門場 谷之華就大為不解 問我有什麼過錯呢 曹錦怡就說 你真的要我講出來 我為你著想 還是不講為妙 谷之華聽到這裡忍無可恩就說 我到底有什麼過錯 請師姐你儘管說 如果我真是罪有應得 我死而無怨 好 你既然是都要逼我說 我就只好講出來 我先問你 你姓什麼 弟子姓谷 叫之華 我正說已經稟告了給師姐 你父親是誰 商場谷證明 谷證明就鼎鼎有名的兩湖大俠 今天到會的人個個都知道 現在他們心想 就算這個姑娘真的有什麼過錯 看在他爸爸的面上都應該重寬處理 但是這一陣子 曹錦怡繼續那對眼 盯到谷之華實 繼續追密說 我是問你的生父 谷證明只是你的養父 他雖然是我養父 但我自小由他抽大 就跟我親生父親一樣 那就是說 你本來不是姓谷了是不是 那你原來姓什麼 我問個義父 義父說我姓孟 呵呵呵 那你親生父親是誰 谷之華聽聞到他親生父親 立刻眼圈紅色陷著你 弟子 蒙義父修養 還是孩子 直到現在我都不知道我生父是誰 呵呵 你真是一個很有天性的孝女 你義父前年過世 他臨死的時候 什麼沒有告訴你你親生父親是誰 我義父都不知道 如果他告訴我 我還去找他嗎 嗯 好 那我現在告訴你 你的生父就住在太行山下 你這裏不過三天路程 他的真名我就不知道 但是江湖上的人呢 就叫他孟神通 哇 此言一出 群情洶湧 盜會的人 我都知道孟神通是個無鱷不足的大魔頭 而且行蹤詭避 二十年來下落不明 怎知他現在就住在太行山下 更加猜不到的是 眼前這個谷之華竟然是他親生的女兒 再說這陣子在旁邊的金世衛 他一生之中都不知道經過多少可怕的事情 他完全都沒怕過 只有這一次 嚇到他整個呆了 蛤 他是孟神通的女兒 他是孟神通的女兒 金世衛知道他的心底很善良寬厚 那這個人怎會是孟神通的女兒呢 其實不單止金世衛這樣想 在場所有人都這樣想 大家再看看谷之華 看到他的風道神情 根本沒有半絲邪氣 其實這個也真是無貴其言 谷之華被兩湖大俠谷正名養大 又在呂四樑的門下 經過差不多十年的昏徒 又怎可能帶入半絲邪氣呢 再說谷之華這個臉色 咻一聲 變得慘白無恥 他暗暗沉沉就說 什麼 我是孟神通的女兒 我是孟神通的女兒 師姐 你 你這句話真是假的 曹錦怡也沒有說 向著墓園後面的來賓 招招手就說 柳大哥 麻煩你過來一下 接著見到一個年約四十的 穿著灰衣衫的男子 神情沮喪慢慢走出來 谷之華認識他的就說 柳恒心 柳大哥 柳恒心 就是柳恒心將他送上芒山 這陣柳恒心 進來 倒一頭說 事到如今 我都不得不說 曹錦怡反而不要他趕著 他面向逆仲謀問 逆師弟 周啟師兄二十年前在山東道上被害 仇人查出來沒有 仇人查出來沒有 今天這種 逆仲謀 只是心亂如馬 被師姐問 疾了疾 跟著又說 查出來了 真是孟神通 前幾天我們才跟他大鬥一場 小弟自虧無能被他走掉了 但是他現在面對著孟神通的女兒 就怎麼都恨不起來 曹錦怡說 周師兄被害之後 你曾經邀請了很多武林朋友 搜查兇手 可有此事呀 沒錯 事後 我都曾經稟告那個師姐知道 只因師姐當時遠在河南 你不像請師姐出來主持 嗯 你這件事做得很對 我就不是怪責這件事 我只要問你 你認不認得這位柳大哥呀 認得 他是柳恒心大哥 當時 他是跟谷佬前輩一齊來的 曹錦怡繼續問柳恒心 柳大哥 請你說一說當時追查兇手 在途中遇見見什麼事呀 柳恒心看一看谷之華就說 當時 各路英雄分頭搜查兇手 我跟師父一路 追到青雲河附近一處荒野 就突然發現有個重傷的婦人 抱著一個連方周歲的寶寶 躺在荒野之中 染染一色 柳恒心探測後戲繼續說 我師父動了測忍之心 把你倆母女救起帶回家 那個女人身受重傷 第二天就死了 在她死之前 我師父曾經問過她的身世來歷 為什麼會受傷 那個女人說只是被仇家所害 誰是仇家她就不肯說 而身世來歷更加不肯說 只是臨死之前 指著她的BB說了一個孟子 意思就是說 這個細蚊姓孟 說完之後就死了 我師父就起了疑心 檢查她圍下來的衣物 發現有孟神通的毒門暗氣 冷艷錶 這樣才知道 這個女人是孟神通的老婆 後來我師父再去查問 無奈之後就聽到孟神通老婆的死因 原來孟神通和她老婆中途遇敵 孟神通殺了幾個人 力戰突圍 而她老婆受了重傷就和她失散了 不過追蹤她老婆那幾個人 亦都受了她老婆的冷艷錶所傷 就不敢再追 我想可能她老婆打退了敵人之後 自己已經是精疲力盡 所以睡在荒野之中 奄奄一息 所以那個女人口中所說的仇家 其實就是守部孟神通的一筆合格 說到這裏 柳恒心休息了 眼光慢慢在谷之環身上移開 繼續說 我師父知道 這個孩子是孟神通的女兒之後 很為難 這個嬰兒活潑可愛 唉 要殺了她怎麼捨得呢 父母有罪 嬰兒無罪 就是這樣 將她收養了下來 孟神通的仇家太多 師父怕這個嬰兒長大之後會有麻煩 故此就將她身世隱藏起來 所以 連她自己都不知道 在這裏 谷之華聽聽 突然間嘩 喊出來 她感到羞辱 感到慚愧 柳恒心走過去摸著她的頭髮說 師妹 你不要怪我 曹魯前輩問到 我不可以不說 你還有一件事你可能都不知道 半年前我本來要到汪山探你 途中遇到孟神通的大弟子漢洪 我幾乎喪生在她的掌下 好在曹魯前輩解救 她要搜索所有關於孟神通的線索 我和你隱瞞了二十年的身世秘密 不得不向她說了 大家一直形神靜氣 聽著柳恒心說話 一陣大家才注意到柳恒心的樣子 見過面黃基壽 雲章旁邊有幾絲客氣都還未退得乾淨 估計她當時受了收羅陰殺公的傷害 大病過後至今元氣都未覆 好啦什麼都說完了 曹錦義慢慢說 各位同門在此 柳恒心的話你們都聽清楚 谷之華本來就孟神通的女兒 這件事無可置疑 她老爸是本門的大仇人 試問我又怎麼放心得下 讓一個仇人的女兒 混在本門之內 江南七峽的門人弟子 看看掌門 師姐又望望谷之華 大家就沒有出聲 過了一陣 易仲謀低聲地說 雷姑姑收她當徒弟那時候 難道她不知道谷證明 我將這個寶寶的身世跟她說清楚嗎 按照武林規矩 如果呂四娘知道谷之華是本門的仇人 都還肯收她為徒的話 那這個責任就應該由呂四娘來負 除非谷之華本人 後來又犯了什麼不可遙恕的錯 否則其他人 無權待呂四娘來清理門戶 這陣子 這陣子曹禮又說 劉大哥 當時是你將她送上望山 請你將當時的情形再跟各位說一次 劉恒心看一看大家就說 我師父收了她當契女之後 心中經常感到不安樂 江湖上要向萬神通尋仇的人越來越多 我師父想她成為一位名門合女 很熟她父母的序 想來想去當今之世 只有呂四娘是足以領導群民的呂俠 剛好呂四娘曾經去我師父家坐過 見過這個呂寶寶 呂四娘當時很喜歡她 說她生有遺根 所以等到她八歲那年 我師父就叫我 將這個女生送上望山 懇求呂四娘收她遺圖 我當時師父吩咐說 若呂四娘查問你她的來歷 你就直說 誰知我帶她見到呂四娘之後 四娘一句話都沒有問 毫不推遲就將她收拿 我見到這樣的情形 怕說出來之後反而不了 因此呂四娘既然沒有問 我就無謂說了 至於以下我師父有沒有向呂四娘提及 我就不知道了 曹錦義就說 我女姑姑是飽讀詩書 心明禮儀 平生行時沒有半點下切的一代女俠 若然知道她是大魔頭孟神通的女兒 又肯將她收留 我想谷正明都未曾跟她說過 各位同門 就算她不是本門仇人的女兒也好 我們為了四師叔生前的聲譽 也不可以給一個武林公地的女兒做的依撥傳人 她說她一生的聲譽 局之懷這面上一陣紅一陣青 她收了眼淚就說 掌門師姐 我自問我沒有做過丟屋師父聲譽的事 現在沒有 怎麼知道你將來又沒有 你父母是那種人等 我怎麼信得過你 更何況你現在已經知道你是誰的女兒 她入管門和孟神通算帳的時候 你和父女之情 我又怎麼放心得下 現在你並無過錯 只要你繳回劍譜 交還保劍 我並不廢掉你的武功 對你已經是很寬厚的了 你還不服嗎 我兒父曾經對我師父說過 我不知道 但是我師父先世之前 也有遺言留下 什麼遺言 他說 孟神通就住在太行山下 他已經知道了 當時我就問 問什麼 當時我並不知道他是我生生父親 我就問 我問不出 易仲謀就說 那你問你師父 為什麼不把孟神通殺了是不是 谷之華點點求 曹錦兒就問 那你師父怎麼說 我師父說 管門中自然有人會和那個 孟神通算帳 無需地下手 各位 按照禮法習俗 做人子女的就不可以直呼 老爸老母的名字 所以谷之華在講到孟神通的時候 總是有點尷尬 是 不過他終於都直呼其名 雖然人家聽了有少少不多自然 但個個都知道 這個寶寶在孩子的時候就離開了父親 二十幾年來是跟別人長大 和孟神通其實沒有半點關係 那麼我們也不應該把他當成孟神通的女兒 谷之華偷偷偷繼續說 我師父在先世之前 也留下了遺言說 將來若有本門仁中要找孟神通算帳 可以將我所寫的三篇《少洋員工秘笈》交給他們 我師父說 他在十年之前已經知道孟神通住在太行山 不過我師父那時候 未練成破解修羅陰殺工的本事 所以孟神通不來犯他 他就暫時沒有去管 後來他用了十年功夫 參悟這個《少洋員工》 雖然還不能破解修羅陰殺工 但是卻可以抵禦修羅陰殺工那種邪毒之氣 有了內功更底的人 學《少洋員工》 最多不過一年半載功功就能學成 他說只要本門有三位高手 能夠練成《少洋員工》 一齊的話就可以制服一種孟神通 這三篇《少洋員工》秘笈 我今天帶來了 現在我親手交給掌門師姐 《少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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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洋員工》